但樂天其實我覺得攻擊的狀況慢慢找回來的時候 確實還是攻擊非常具有活力的一支球隊 當然主場的台岡熊英安排出來先發打線 所以今天繼續讓王柏軒打到先發 其他大致上都沒有什麼改變 今天是由蔡豐澤老師所引領的四位職法裁判的陣容 人高馬大但是我們前面已經看到其實他手臂的反應還算蠻快的 這顆球降低重心最後這個小彈要接他門票 打到的是在三類方向三手杜家明接球之後 陳旺一壘四殺出局 任何兄弟參與的場次的情況下 對戰組合他排名到前五名 這個球打到的是在左外野方向遭到接殺 所以江承諺在第一個半局 還是延續上場比賽滲透的好手感三上三下 先發掛帥的是威霸斯 美妮把劉艾洛在頭被打到的中外野方向 最後歐巴 一開始曾子佑就出擊喔 這場比賽當然開路先鋒的他在滿球數 扎扎實實的一擊直接就是歐巴 而且是一隻Dead of Jabo 太陽熊英打出非常棒的 首個主場賽事週的一個大聲的想號 但可惜 對 右半邊的飛球是來了 但是有點打在棒頭上飛行距離太短 這場比賽當然要繼續尋求生涯第五十道 抓第一個球出手打在了右半邊 比速度 只有小師兄還是速度比較快 但是這個時候曾子佑也趁時來到三類壘包 輪到莫英 目前對勢累積三紅 那有兩隻拳擊打是莫英在主場打 現在面對三六跑手的危機 這一棒被拉到右半邊 TAMELY HITTO 在莫英的四十安打 兩出局之下出現了 終於等到獅頭球來了 有點偏左打者的內角的位置 雖然有點受到擠啊 但以莫英的爆發力 還是有辦法把他扛成一隻安打 這個熱區就是蠻多人的 這個球有沒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形成安打了 打在了中右之間 最後越過二壘的守備防群 形成了一隻安打 這一棒出手 打在了中外野方向 終結後退之後接殺 有一出局一再雷 來個慢的 一百零七公里 真的完全逮中林志平三陣 跟他的訴求 差不多有三十公里的速差 你看這個玉山大區 對 揮棒落空 再來一個多三陣 所以江晨諺他 在被打出安打之後 接連抓到了三位打者 主場首戰第一場比賽 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二人 打在了右半邊安打出現 王柏璇又打出了安打了 哇 給他機會他真的能掌握耶 那這邊當然要順勢來做個更正 喔 奧奧 王柏璇被抓到了 他被牽制出局 遜雷不及 嚴格之先 他回內不及 第三個出局處 相當戲劇化的 被Mini Banyuelos給抓到 你一個月的我還要躲起來 這一球打得相當扎實 來看一下第二輪第一棒 曾子佑有沒有機會 最後落在的gap之間 這是一支相當深遠的場打 曾子佑連續 兩個打息他都出現的場打 今天確實攻擊狀況很好 剛剛導播也帶我們看了一項流量密碼 有沒有機會 為場上加成傷害 那真的有啊 繼第一局之後 又是安打串聯 打出了安打 然後帶有打點 顧勇為面對老東家 他也打出了帶有打點的安打 同時也是球隊的第二分 今天他們在得點圈上面的攻勢真棒 王柏璇選到的四塊球寶掃 也是全場第一分 追球出手 打在左半邊的反彈球 闖二壘 完成封殺 追球出手 打在左半邊 看起來被掌握住了 最後兩張移動到界外區 把藍英倫的這個飛球給揭插出局 這場比賽MVP張兆元 一四八沒有進到好球袋 這球蠻近身速度也蠻快的 讓短棒的陳文傑直接被壓迫到 跌倒在地上 就怕他不知道有沒有打到他的手指頭 洪總現在也出來關心一下 跟蔡老師之間有一些 異界上的交流之後 看一下陳文傑有沒有使 看超多 挑戰欸 如果有碰到 然後這個 因為他的棒子看起來有收回去 有沒有碰到 有碰是碰到他的手指頭 現在是要看說 有沒有去那種想要出棒的意圖 結果結果看他有一點想要 好像又要收要去點 不過現在有結果 對 他還是判畜生球 對 對 對 現在古舊王健和教練 他一定會覺得 他一定會覺得說 他有出棒去點的動作 但剛剛從這種技術員看 可能他也覺得說 他其實一開始就有要點 但是後來他又想要收 有賭的動作 不過這也是玉琦會上演的一個畫面 對 好 裡面的賽頭 點得 看起來算是蠻漂亮的 三手來處理 最後 會不會打高了 在右半邊的界外區 最後林志平 有點危險 但還是把這個球給牢牢掌握在手上 這一局算是從那個挑戰成功開始 兩號兩萬的情況下 這個一百三十一公里的變化球 有沒有機會推到左半邊安打呢 真的出現了 打出安打的是手名上打手廖建復 抓第一個球 反方向的攻擊 打在了右外野方向 最後王柏璇等在那裡揭殺出局 反正這一局打出還蠻有氣勢的 這一球 Fear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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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沿著三壘邊線強暴兵滾得安打 這恐怕要丟分了 然後樂天桃園要來迎接他們在這場比賽第一分 拉過來打得很強勁 這一個球雖然杜佳明的反應速度還蠻快的 還是沒有辦法再串出去把球給攔住 不過現在有機會把傷害降到最小 對方也還有攻擊機會 最後打進的場內 在右半邊 北窗保守者來到三壘 玉山大區 關鍵時刻他及時出現 這個曲球讓林哲晃站著不動 原地被三陣掉 抓第一個球出手 然後就打成安打 這不只是LiloveSingle 看起來郭有為 要讓他變成LiloveDouble 這一球 飛行得比較軟弱 剛好就在林立的管局 這一球有機會嗎 在右半邊安打又出現 想看郭有為 快馬將邊繞過三壘 要往本壘衝 本壘的攻防 最後是SAFE 而且趁船這一分回來的時候 柏雲也來到二壘上 柏雲又打出安打帶有打點 總算又等到一個適合可以攻擊的位置 選擇拉回來 球的飛行速度真的是很快 這一球其實從飛船的速度來看的話 就已經做得蠻快的 但最終還是沒有辦法抓到 二壘要回來奔壘得分的郭勇 153公里 上方比賽MVP 這球 148公里 超級無敵漂亮的 反方向的攻擊 有機會嗎 這球招上了手套 朱玄 nice play 一開始來講的話 朱玄可能本來是想要 用鋪接的方式 但後來他沒想到這顆球 有一直延展過來 最後感覺有一點櫃接比較適合 有機會會是蠻棒的頭打對決 朱玲打在中外野方向 好 尾案好球 真接得很漂亮 所以王耀玲過林朱玲這一關 還要再來面對林鴻玉 雙方這球打在了游擊方向 增球接球 傳一壘來得及嗎 最後球漏掉 一個慢抖之後 魔衣沒有把他cover起來 這就可惜了 小朋友會輸在一壘 追求有機會嗎 王耀轉最後 真的在外野落地 心中安打 而且球一路滾到了 左外的旋打牆邊 現在雷上跑出快馬加鞭 看起來應該來到二三壘了 又是一次好機會了 林立能不能當英雄呢 打賽的右半邊 右外野手往後退 奧巴 這樣比賽要回到原點了 林立真的有夠厲害了 他的攻勢真的太犀利了 連續兩場比賽都當球隊的英雄 追求再打穿 又打穿的游擊方線 再是一支安打 而且雷上跑者繞過三壘 沒有給任何機會要形成 本壘攻防戰林立 速度飛快 他回到了本壘 為球隊拿下了超前分 4比3 這是一個驚人的大局 樂天桃園 這幾場比賽真的相當不可思議 連續兩場比賽 逆轉棄走的兄弟 這場比賽在兩分落後之下 單局大反撲 現在換上左頭黃群 加油 朱璇抓第一個球 打在了右半邊 先往二壘傳 再往一壘回送來得及嗎 可惜 繼續還是左打 廖建福這一棒打得相當的扎實 在中用之間有沒有機會飛出去呢 最後打在了全壘打牆上 哇 那打在全壘打牆上的話 這應該就是一支長打跑不了 而且要得分啦 繼續追加分數 朱璇從一壘連扣三個壘包回來 因為兩出球 一打出去之後 他就可以開始往前面跑 再加上好像那個反彈球第一時間 莊外野手也沒有算好 又追了一段時間 那當然對一壘連扎上的跑 就可以輕鬆回來 好 好像還是稍微高了一點點 148公里 4塊9保送 哇 紅尾牙現在有好機會了 他跑上二壘 兩個好球一個壞球 王柏璇接有一次安打 結果被三陣 既魔性又洗腦了 而且 我以為火紅的應援曲又出現了 葉寶蒂要繼續纏鬥 得點圈打擊機會 代打能建功嗎 還是陳柏豪 陳柏豪成功了 拉掉了葉寶蒂 對決了 滿球數 4塊9保送 149公里 最後還是被曾子有選到 那腳高的進身球 4塊9保送不說 現在郭勇為都整個跌坐在地上 也不好攻擊 這一球出手 打到的是在二壘方向 結果太強勁了 球直接噴飛到外野去 被傷口跑者快馬加邊回 回到本壘得分啊 相當細句話 郭勇為停留在三壘 汪郭勇現在來到了二壘 球隊捐回了一分 沒有任何人出局 只有一分的落後 攻陣二三壘 曾進入球場 現在所有球迷 世系大陣 感覺上很有可能是個雙殺的 但最後好像一個不規則的彈跳 輪到魔鷹的打擊 是不是給他打 一定不會給他打 那現在一定要想辦法 先給他塞一層滿壘的機會 因為現在是FALLS OUT的狀態 盡量把球留在淚眼 屈前防守情況下 抓本壘 球拿五嗎 OUT 紅總現在瞪大眼睛 若是以觸殺的點來講 是比較慢 但倘若是以他剛剛單腳規定 那時間也是比較雜 是啊 是 還是OUT 也獲取單場MVP 這球有沒有機會打在了中外野方向 還在追 還在追 有機會歐巴嗎 歐巴 那這樣子比賽就要結束了 我逆轉你的逆轉 張兆元他又再度當了球隊的英雄 這是他個人中職生涯 首支的再艱難打 當然也是對死的首支 真的是我逆轉你的逆轉 台剛在一度3比1領先的情況下 被對手在第八局上半打 四分先入落後 但沒想到最後反撲的九局下半 他們是地主 可以擁有最後反撲的機會 真的被之前當選MVP的英雄 張兆元他再度當了英雄 打出了一支再見的長打 中文字幕提供